我自己到一個男生的搖躍的地方 只有自己手上 真的抱著一個孩子的時候 哇塞 那種感覺好真實 我吃了一個月的高麗菜了 我好想念台灣的空心菜 吳蘇惠和Jason 遠赴烏克蘭求子成功 兩人捧著混血萌娃 糯米歐和辣台妹人人稱謝 不過回鄉系來實路 吳蘇惠歷經了三次流產 人工受孕 藥劑帶來的種種副作用 甚至是摘除子宮肌瘤 在腹部留下15公分的傷口 為了求子自己做功課 辦簽證買機票 飛越8000公里 來到陌生的烏克蘭 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 他都分享在臉書社團裡 受到滿滿的鼓勵 我本來以為全世界 只有我一個不願 這樣子故事公開才知道 原來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經歷 不過也有人批評他的做法 甚至有人質疑他根本是中介 那我覺得是非常冤枉 我覺得我完全被抹黑 但這些他都不在乎 因為懷中的寶貝才是對他最大的肯定 我覺得這輩子最大的獎 就是兩個小孩 這個多月來夫妻倆在基福的小桃房裡 看著小寶貝一天天成長 夫妻倆延伸中只有喜悅 但未來一家四口回台灣後 要面對的育兒課題才真正展開 無論是小朋友混血的外表 聲勢的解釋 可能遭遇內外重重困難 但他們其實並不擔心 沒有感情 直下來路好遠 不敢想 應該這樣講 如果他說 我整個護照上面的出生地是 烏克蘭 我就跟他說 你真的是要在烏克蘭生呢 其實我在台北市 我常常看到混血兒 反而因為他們突出的外表 受到同學還滿歡迎的 說真的 這件事情根本不用隱瞞 他真的到國中 他早就知道這一些東西了 要讓他知道這個過程很辛苦 雖然他不是媽媽出生下來的 但是也很辛苦 傑森還透露太太心裡 還有生老三老四的遠大計畫 但這點夫妻想法不同掉 傑森認為先帶完兩個孩子再講吧 蘋果新旺過去一週響進報導 無數會跨國求子的故事 引起廣大迴響 國內代理母制度延宕多年 不少國內婦產歌醫師認為 台灣應該適度開放代理孕母制度 讓有不孕困擾的夫妻 也能追求生兒育女的喜悅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每個家庭都有他選擇 生小孩的權利 在這個少子化的年齡 我們能夠幫助 有些想要撫養小朋友的家庭 能夠獲得 撫養他們自己的小朋友 我想這是學會應該去推動的 其實國家如果很擔心說 這個子宮被工具的話 如果說國家有一個審核機制 例如透過醫界或者社會公正人士 或者女性團體 一個委員會去審查 讓這些人不要變成工具化 我覺得國家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開業婦產科醫師蔡峰博說 憲法保障人民平等的權利 不應該把沒有子宮或不能生育的人 視為次等公民 不孕症夫妻的悲哀 婦產科醫師都看在眼裡 即便醫界普遍支持修法 但愛與社會共識不足 台灣代孕制度依舊指紋樓梯像 不是每個不孕家庭都有能力 有決心 像無蘇惠夫妻一樣 花大錢飛到陌生的國度圓夢 一個為人父母的小小悲憫渴望 不該只因為社會共識不足就被埋沒 希望未來有一天 每個台灣的夫妻 都能體驗成為父母的喜悅 開心地擁抱自己的孩子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